嘩!好骯髒喔! 但你不触碰它,你過不了馬路的喔! 哎呀!我就想要一個不用触碰它,就可以過到的產品喔! 就讓我來介紹一下我們要設計的原因 就是因為疫情期間,大家都不想接觸 大家互相有接觸過的東西 所以我們想用紅外線來代替 手触碰黃色盒子的方法 來令到黃色盒子穿著 好,讓我來介紹一下我們現在初步的結構吧! 這個是我們的電池管理系統 這兩部分分別是用來管理電池和供電 沒有太陽的時候就會直接供電給風鳴器 當有太陽的時候,它分別就會充電給電池和供電給它 當紅外接收器接收到紅外線的時候 它就會有電流通過這個風鳴器 然後風鳴器就是這樣 它運作而是怎樣呢? 當這個紅外線感應到我的手這裡 這個風鳴器就是代替這個線圈的 通電的時候線圈就會令這個黃色盒子通電 然後這個盒子就會感應到電流就會著 那我就來示範一次啦! 好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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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!